算做功德 因為其實現在中國 有很多經濟上並沒有那麼好 所以他們每天都滿苦悶的 來笑笑余北辰吧 然後看完真可笑 如果沒有我 很多晚上會睡不著 會憂鬱 抑鬱而走 花左十元呈現給你 很多人說你這樣跟小丑一樣 你看不起小丑 余北辰他自稱為小丑 但是我要提醒一下 請不要侮辱小丑 小丑是一份很神聖的工作 你可以逗人家笑 可是小丑絕對不是引人恥笑 余北辰是引人恥笑 那我們來看 余北辰之前就講說什麼 他就講說 電視前面不能亂講嗎 有多少名嘴在亂講 對 別人我不知道 我就知道你在亂講 他之前講什麼 講說 看中國大陸的軍機月台 為什麼是月台 有月台嗎 假新聞 要不要抓一抓 是不是 社會秩序維護法 罰一罰 他說都是天亮 他們晚上不太敢飛 我必須要拿出很多年前的照片 也就是 他們不是只有陸地上在訓練夜航 他們甚至 我們看到這是什麼 特別 找這張照片 十七 是山東艦 山東艦上面起飛的艦載機 也在夜航 然後他們這是落艦的照片 甚至海上加油也在晚上 你自己看的少 你只看鬼故事的 你看的少 你研究的少 你不要認為 中國大陸解放軍訓練的少 然後你之前還在講什麼 講說為什麼 空軍的F-16V的 Sniper的夾艙 可以標定F-16 其實我必須要這樣講 人家製作單位很認真的 都幫你框起來 說什麼 說被動徵收 是不會發出訊號的 結果你說 為什麼渾然不知 所以你就是不懂 你是不懂 然後你不要侮辱小丑 那我請問你 這一次我們看到 這個央視的預約談天 他出了這張照片 也就是丟下來了 這一個主動升標 那我請問一下 這個十字標是什麼 我告訴你 我知道你不懂 這個是雷射測距儀的 一個瞄準鏡 然後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標定的一個框 所以你不懂 並不代表 所有的國軍人員都不懂 你其實侮辱自己沒關係 你不要侮辱了這麼多 曾經從軍部隊出來的 這一些同袍 以及兄弟姊妹 那至於說 我們講到有關於福建艦的部分 福建艦其實我們這樣看 福建艦29號 它就已經生火待發了 這個是有關於 這個柴油主機在冷機的時候啟動 一定冒黑煙的 就是如此 那這個是我們剛剛講到的 有關於今天早上的 出港的一個航行警告 那這一次可能做 福建艦可能做什麼項目呢 我們來看前幾天 他們在做什麼 他們其實在做的是雙艦科目 也就是無論是高線船地 也就是率將軍昨天講的高線船地 或者是海上加油 為什麼 因為其實901呼倫虎號 它的部位是對陣的 也就是它對陣的補給的部位 那這件事情以前沒有做過 有 我們看到山東艦 之前他在大連的時候 他也做過相同的事 好了 現在大家有大災問 說我們看到解放軍在做一個沒有垂直發射系統的052D 那我們來看 這個是有關於中國海警的所有的艦船的一個編主 我們可以看到之前實際上有到菲律賓外海的這個5901 它是一萬兩千噸 可是我們現在看到之下面就是五千噸 所以其實最缺的是什麼 7500噸這個海上持久力的艦艇 那個就是052D 就變得很аны ph音樂 有 剛剛